要拜託所有的基隆的相親 出來投不同意的票 不然的話 往後會跟我以前的一樣 有很多視頻到現在才在後悔 這個世上沒有後悔的這個藥 前高雄市副市長李四川 替謝國良站台語出驚人 竟然說高雄人後悔罷函 此話一出 網路輿論一片嘲諷 粉專Mr.柯學先生 就炮轟李四川 是7月半看到鬼吧 曾代表基金黨參選高雄議員的 政治工作者黃靖雅也發文分享 趕走了韓國瑜迎來陳其邁 讓賽馬場變成台積電 趕走了韓粉光頭娃娃 迎來了一個又一個國際巨星 高雄在罷韓後的蛻變 正名選錯人 賽馬場 選對人 金圓場 李四川副市長 最近的談話 顯然跟高雄有很大的一個落差 曾經邁在補選上來之後 全力的來推動各項的市政 不管是從霸道地產業鏈引進到高雄 台積電進駐到高雄 因為黃線包括機場的880億的新航廈 沒有把韓國瑜罷免掉 沒有讓陳其邁上來的話 這些建設是否能完成 恐怕有很大的疑慮 韓國瑜執政高雄經濟下滑 數字會說話 2018年12月底韓國瑜就任 當年度高雄市全年的盈利事業 銷售總額數字是4.8億兆元 一年後2019年底 銷售總額卻跌到4.68兆元 摔退幅度2.59% 到了2020年 數字又跌到只剩4.52兆 摔退的幅度擴大到3.49% 同年6月韓國瑜遭到罷免 8月補選 陳其邁當選執政後 2021年銷售總額睽違兩年 首建政成長 年底銷售總額的數字 提高到5.57兆 增幅達到23.28% 罷韓之後沒有韓國瑜的日子 有沒有後悔 市民最有資格說話 民視新聞林靖林東銘 台北高雄 請大家冷靜 我跟大家報告完畢